观众,大家好,欢迎大家再次光临, 阿N与阿N频道, 今日和大家分享粤剧名领, 《许英秀》的演艺人生, 《许英秀》原名叫做许百滚, 另外还有个花名别名叫做许英才, 许英秀在1910年在香港出生, 许英秀曾经受过相当教育, 他精于诗词歌赋画,无一不精, 许英秀早年在广州八和会馆, 粤剧演员养成所读书, 初初,即是小孩子的时候, 毕业之后,他继续读初宗, 读完初宗之后, 他就以小神童的姿态, 追随马思僧, 加入了大罗天剧团演出, 在这个时候, 他原本的艺名叫做麒麟, 这个时间就改了另一个艺名就是许英秀, 取其意思就是英伟优秀的意思, 今期后, 许英秀就考入了这个, 一个岭南大学的附属中学, 这个附属中学就是现在的, 华南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, 考入了之后就继续读高中, 高中毕业之后, 曾经有一段选时间, 就出来打工, 在商界那里打工, 不久他又考入了这个上海复旦大学, 就是读中文系的, 所以, 他应受来说, 他的教育程度都相当好, 而且他的文学修养都很高, 毕业读这个复旦大学之后, 但是后来当时香港社会, 即不是香港的了, 就百业萧条, 即是在上面读完书之后, 他就逃难来到香港, 之后, 就参与了关德兴举办的粤剧, 救亡服务团, 就回到内地巡回演出, 当时他就是担任蓝花弹的角色, 后来香港又沦陷了, 他为了谋生, 就参演粤剧, 他就由蓝花弹, 就转为演小生, 再由小生, 后来又转为演丑生狂党, 他曾经参加过的剧团, 都有好几个, 譬如他曾经参加过, 由何飞凡领导的红绵剧团, 由陈锦唐领导的感添花剧团, 等等这些剧团他都参加过, 后来香港重康, 重康之后一度曾经参加过燕疏经纪, 燕疏经纪就是现在的做保险, 就是卖保险, 卖了没多久, 一段时间又转头回来, 就又做回大戏, 今次他就加入了大龙凤剧团, 和《真善美》等等这些剧团, 他英秀也都好像其他的粤剧红龄一样, 都是零影相妻的, 他也都曾经参与过很多电影的演出工作, 他第一部参与的电影, 兼是他的银幕处女作, 那部电影叫做《七虎杜金摊》, 这部电影有上集和下集, 这部电影是拍成于1951年, 另外还有其他电影, 包括《桃花先子》1958年, 1959年的《六月说》, 1964年的《七起临门》, 1984年的《铁板销》, 以及1991年的《婚姻物语》等等, 很多很多, 许英秀一生之中参演过, 200多部电影那么多, 其中以《精装追女仔》里面扮演《六叔》, 到了1970年至1980年代, 许英秀也曾经参加过《丽的电影》, 《丽的电影》也曾经参加过《丽的电影》, 《丽的电影》, 包括《变色龙》, 《大地恩情》, 《对对碰》等等, 这些剧集》, 另外他也曾经参加过《香港电台电视部》的《狮子山下》, 和《小时候》的演出, 说到许英秀的个人喜好, 他就很喜欢在花园中种满了很多奇花异草, 和养金鱼呀,养乌龟呀等等, 另外不说不知, 原来许英秀打桌球, 亦都是高手来的, 这个高手当然是香港娱乐圈的高手, 许英秀有两个儿子, 两个女儿, 年纪大后, 因为长子之故, 他就移居到加拿大, 许英秀在1995年6月23日, 在香港逝世, 当时他享受88岁, 享有高龄, 好,今天和大家分享, 许英秀的演艺人生, 分享到这里, 暂时休息一下, 在下一集, 阿林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, 许英秀拍摄过的电影, 他曾拍过200多部电影, 他拍过什么电影呢? 下一集就和大家分享, 好,拜拜!